不同人制作巨型床,三岁制作巨型床。 今天的比赛真是太棒了, 暑假我的三个表弟,四个表哥,五个表妹, 六个表姐全都要来我家玩, 正好做个超级大床给他们晚上睡觉。 你们看,我的超级大床就制作成功了, 就算睡一百个人都没问题, 七岁制作巨型床。 三岁做的算什么超级大床呀, 那不就是放了一百张床吗, 还是看我来表演一下吧。 哎呀,我觉得我做的实在是太完美了, 迷你世界不可能有人做的比我的巨型床还要好。 12岁制作巨型床。 哎呀,制作超级大床哪需要这么麻烦, 我只需要十秒钟就能完成。 首先,我们下载一个床模型, 接着,把随便一个生物的模型换成床, 再给子弹添加一个放大的技能。 添加好以后,别忘了还得把放大状态调成十倍, 最后放出生物,拿枪射击,就大功告成了。 你们看这张床牛不牛, 比他们两个做的是不是厉害多了? 这十四牛逼多了, 这个方法我要传给我的孙子。 这种方法要传给我的孙子。